我劝说养女离开混混男友 她表面答应 转头却在我的病床前拥吻 妈 可惜你被弃成植物人 没办法参加我的婚礼 你看 真爱是不可阻挡的呀 幸亏 我重生了 她不知道 所谓的真爱未来会带她下地狱 而我这次选择尊重祝福 恭喜 你们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孟欣来医院看我 带来她和宋随即交完婚的消息 妈 你看 真爱是不可阻挡的 她弯腰替我捏好背脚 唇间一出叹息 可惜你现在是植物人 没办法出席我们的婚礼 妈 你说早知如此 你又何苦呢 是啊 我何苦 领养她后 我视她如己初 不但供她出国留学 给她买车买房 连工作都替她一手包办 可我万万没想到 这会害得我家破人亡 太可笑了 我劝说她离开宋随 她表面答应 转头却故意未婚先孕 逼迫我点头同意他们的婚事 争吵之下 我被弃进医院 在外地出差的孟陈 因为担心 我而选择连夜赶回 结果在高速上出车祸 当场车毁人亡 而我接受不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 从此成为植物人 病房门再次打开 是宋随 她意气风发 洋洋得意 先是感谢孟陈出车祸 让她如此顺利的接手公司 又感谢我从前的打压反对 才锻造出她如今 坚强不去的意志与灵魂 可惜你们 没能亲眼看见 我宋随的出头之日 哦对了妈 忘记告诉你 大舅哥死得好惨啊 肠子脑子流离一地 我呢 好心帮他收了诗 你放心 你死后也能享受这个待遇 一次性说太多话 宋随喘着粗气 孟心则贴心地地上水杯 阿随 说累了吧 节节可 歇会 不甘 懊悔 痛苦 恨意在我心中不断缠绕交织 一气发出刺耳的报警声 宋随畅快大笑 她搂过孟心 两人在我的病床前 旁若无人的接吻 你们母子还真是一样的短命 妈 放心去陪大舅哥吧 哈哈哈哈 意识逐渐消散 我彻底陷入黑暗 再度睁眼 我竟然重生回孟心 和我坦白恋情的这天 饭桌上 她说 妈 我恋爱了 和宋随 我克制住心中翻涌的情绪 尽力维持神色平静 其实他们高中在一起过 宋随带着孟心逃课 打架 去酒吧 目中无人 无视法际 十足时的地痞流氓 我不得不强硬介入 逼迫他们分开 直到宋随因为聚众群殴 被学校开除 孟心主动认错 保证再也不和她来往 我才卸下监督的心思 没成想 他们其实从未断了联系 上辈子我得知此事 痛骂她拎不清 她有光明的未来 何苦和宋随纠缠不清 可她听不进去 选择离家出走追随宋随 养女的身份本就敏感 被捕风捉影的媒体拍到 热搜全是孟家客待她的新闻 她非但不澄清 还主动接受采访 发表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 丑闻让公司股价大跌 一夜之间市值蒸发千万 何宋随的第一次交锋 孟家率先落于下风 如今重来一次 我绝不会重蹈覆辙 我眉目冷淡 挺好的 那你们也算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妈 你怎么能 啊 孟心的话筒猛然止住 我止不住在心中冷笑 原来她连要做什么反应 都是排练好的 那些吵架时戳心窝子的话 根本不是她的一时失语 我心中恨意滔天 面上却丝毫不闲 你现在是大姑娘 我怎么会限定你谈恋爱呢 她还有些没反应过来 妈 你不 不嫌弃阿随 什么都没有 现在没有 不代表以后没有 到时候 我找个机会 安排她进咱家公司 让她大展身手 孟心脸上是掩不住的喜悦 妈 你是认真的 生怕我反悔似的 她急匆匆撂下碗筷 你何哥先吃 我这就去当面告诉阿随这好消息 目视她出门 我放下碗筷 恰巧和我的好蛋 孟臣对上视线 妈 你怎么了 孟臣目光探究 上辈子这小子 听完孟心探牌 当场冷脸回房间 原因无她 她对孟心有感情 她甚至放下尊严祈求孟心 如果你为了宋随 可以和家人决裂 那我们 爸总也有为爱折腰的一天 可她今天 竟然四平八稳地坐在着 从始至终都没有看孟心一眼 我不同意宋随进公司 至于孟心 我心里隐隐有了猜测 果不其然 孟臣扶起眼镜 柔了柔眉心 声音急冷 妈 我会找律师 你一份解除收养关系协议 发生了什么事 一时半会我也说不清 您只管在上面签字 我正要开口摊牌 手机却接二连三地震动起来 是孟心给我发来的讯息 阿随同意了 妈 你看看能不能把她 安排进研发部 然后让我哥带带她 妈 那时候你给我买的房子 早时间过户一下呗 我想加上阿随的名字 买大别墅时 孟心在国外没法到场 房产证上只写着我的名字 没想到 两人这么快就惦记上了 便准备彩礼 哼 算盘珠子都要绷到我脸上了 我敢打赌 宋隋浑身上下都掏不出一万块 准备彩礼是假 打探嫁妆却是真 要是金额让他们不满意 宋隋一定会怂恿孟心 找我大闹一场 想到上辈子的遭遇 我就恨不得将二人碎尸万段 可这是急不得 需要从长计议 我逐字逐句的回复 好啊 以后公司就靠你哥和宋隋了 过户到时候找个时间吧 或者妈重新给你买更大的 就当给你们的新婚贺礼了 宋隋那孩子 彩礼就不用了 妈只希望他对你好就行 嫁妆到时候 妈大概给你赔个千万 千万要下地狱呀 在梦尘探究的目光中 我平静地放下手机 眉目冷然 你也回来了 那我们一起送他俩上路吧 两人对彩礼安排很满意 梦心张罗着带宋隋回家吃饭 我没有特意为难他们 气氛还算轻松愉快 饭桌上 梦心像只麻雀一样 唧唧喳喳 阿隋 我警告你哦 你要是敢对我不好 我就喊我哥修理你 说完他转头俏皮地对着梦尘眨眼 谁知梦尘神色冷淡 反常地没有顺着他接过话头 还是宋隋出来打人场 大舅哥一时之间舍不得你吗 很正常 梦心弯唇一笑 揽住梦尘的手臂 哥 我这么大了 总要嫁人的梦尘神色一正 猛然起身 我看了分明 梦心在桌下悄然握住他的手 食指向扣 只是没想到他甩得如此干脆利落 质问也置地有声 妹妹 是不是摸错人了 可我做主位 宋隋是客 单独坐在我的左手边 梦心则和梦尘坐一侧 话音落地 宋隋的脸色肉眼可见地难看 梦心憋红了脸 只憋出一句 对 摸 摸错了 晚上 我安排宋隋在客房住下 果不其然 没过一会 他趁夜摸进梦心的房间 你是不是对你哥有想法 嗯 说呀 你和他发展到哪一步了 这里他摸过吗 说话 你见不见 你就这么欺是吧 摸错 你以为我是幼儿园三岁小孩 我警告你梦心 再有下次 我们就分手 梦心哭哭啼啼着 不要 阿隋不要和我分手 我知道错了 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 很快 那批哭声尽数化作阴影 我站在门外 神色如同便秘 被宋隋羞辱 还能上赶着倒帖 恋爱脑 果真名不虚传 第二天一早 我安排宋隋进公司 妈 石 什么职员 梦心难以置信 你让阿隋做个普通职员 为什么不是经理 你和宋隋是什么关系 这时候让他空降做经理 别人会怎么想你 又会怎么说宋隋 他们会说宋隋吃软饭 摊高汁 靠你才拿下这个位置 你乐意听见大家这么说吗 你哥当初也是从小职员一步步做起的 你看看 现在有哪个不服他 梦心神情仍有犹豫 可是宋隋想 嗯 宋隋一把扯住他 示意他闭嘴 还是妈考虑的周到 我听妈的 也许是觉得婚事已经板上钉钉 宋隋自觉改口 开始以我的女婿自居 你不进公司 但也不能闲着 我看向梦心 宋隋在外 为了你们的生活拼搏 你哪有拉他后腿的道理 从今天起 你的卡全停了 梦心一脸不可置信 妈 你不是说同意我们的事吗 为什么停我的卡 宋隋的脸色也有些难看 和他此时没有立场开口说话 同意是一回事 但我也需要考验宋隋 停卡只是暂时的 你少拿的零花钱 到时候我双倍打回给你 宋隋在吃苦 你怎么能过纸醉金迷的生活 同甘共苦 共克时间的感情才深刻 还是说 你不相信宋隋能凭借自己的实力 让你过上好生活 梦心被我说得一愣一愣 唯独在听见最后一句时 打了个机灵 他满脸骄傲 我相信阿隋 他一定能让我过上好生活 说完殷切的看向宋隋 宋隋点头 妈考虑的对 我该凭借自己的双手 创造美好生活 只是表情看起来 远不如说话漂亮 那事情就这么定了 你会让你哥陪你们去逛街 给宋隋挑几身衣服 你不是好久没买首饰了吗 也去挑些自己喜欢的 两人的神色这才好转 梦晨拿起车钥匙 走吧 梦晨带着他们 来到梦心平常 最喜欢的奢侈品店 他们二人是常客 导购们便争先恐后的 给他们推荐最新款 热情异常 而浑身都来自拼细细的 宋隋被落在二人身后 神情难堪 直到梦晨开口 这是我妹夫 麻烦替他选几款和身的西服 导购们顿时将他团团围住 有的量尺寸 有的介绍款式 有的端茶送水 这前后落差 引起宋隋的极大快感 试衣间镜子里 昂贵西装 趁着他意气风发 他开始想象自己 和梦晨平起平坐的那天 试衣间外 导购们的议论声传来 那人真是梦小姐的男朋友啊 前面我都没搭理他 没事 我们也都没搭理 要玩一起玩 长得还行 就是太寒酸 站在那我以为他们不认识呢 梦董同意这门婚事 梦家家大业大 多张嘴的事而已 宋隋沉着脸 从事衣间大步走出 导购们像是才发现他 纷纷噤声 而梦新在梦晨的怂恿下 正专注于给我挑礼物 丝毫没有注意到 宋隋的不对劲 直到梦晨装作接电话 起身告别 公司有点急事 我先去一趟 一会让司机接你们回家 梦新挥手到别玩 才想起来忘记让他结账 算了 晚点找老妈报销也一样 他递出卡 结果导购神色为难的 将卡递回来 很抱歉梦小姐 这张卡停用了 梦新满脸不可思议 这么快就停 阿隋 把手机给我 我和妈打个电话 从前他每个月都把零花钱花光 如今停了卡 身上哪还有钱 导购的吃笑声 有盘旋在宋隋的脑海里 他咬牙 不用打 我来付 好的 一共是18万八 啊 抱歉先生 您这张卡日额不足呢 看着余额只有10086的银行卡 宋隋两眼一抹黑 不过几款耳士 外加一套西服 竟然要这么贵 啊 用我这账吧 幸亏我自己名下 表情是前所未有的难看 果然 当晚他们又大吵一架 拼墙脚 已经成为我为数不多的乐趣 我看你哥就是故意的 他瞧不起我没钱 故意叫我出丑 我哥从小到大就疼我 如果不是事出紧急 他绝对不可能将我一个人丢在那 关于这件事 梦新倒是有绝对的自信 语气是前所未有的斩钉截铁 阿隋 你肯定是误会他了 我嘲讽得仰起嘴角 他对梦成的好道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可上辈子梦成下场何其凄惨 而他不仅没有掉一滴泪 还凭借多年养女的身份 帮助宋隋迅速在公司站稳脚跟 你还帮他说话 你搞清楚 你是我宋隋的女朋友 不是他梦成的 怎么 你还对他念念不忘是吗 屋里很快又响起嘻嘻嘻嘻声 隔天 梦新反常的拉高衣领 双脸通红 似是怕我骂他 低垂着头 根本不敢和我对视 妈 这是我昨天给你挑的礼物 怎么样 喜欢吗 要是换作从前 我一定迫不及待地带上 再给他报销所有花费 我接过礼盒 他便抬头看我 双眼成满期待 上辈子 我怎么就瞎了眼 掏心掏肺地对着白眼狼好 我随手将礼盒放在一边 昨晚动静有些大 怎么 和宋隋吵架了 梦新眼巴巴地望着礼盒 可现在已不适合再提起报销的话题 他满脸肉疼 却只能顺着我的话 妈 我能理解阿隋 他刚进公司 还人生地不熟 就被使唤来使唤去 早上做个表格 还没学会呢 下午又要做份PPP 他忙不过来 难免有点怨气 只要他愿意和我诉说 不管是以什么方式 我都感到开心 我敏锐地捕捉到其中的关键 表格和PPP都不会 现在这年头 随便上街拉个大学生 不说排版做得多么精妙绝伦 套母版色内容总会吧 妈你也知道 他高中还没毕业就辍学了 一直在四处讨生活 哪有时间去学这些 妈 你就让阿隋升职吧 他和歌不同 歌从小就优秀 上的也是名牌大学 从职员做起 就是个小case 可阿隋毕竟什么都不会 可就是这个什么都不会的人 上辈子利用孟欣 活生生逼死我和孟陈 我难掩怒容 妈 你怎么了 孟欣小心翼翼 是我说错了话了吗 没有 我柔柔眉心 压下心中的恨意 你说的对 之前是我考虑不周 明天我就让顺随生经理 欲先使其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比起从未拥有 拥有过再彻底失去的感觉才痛 我会教他们直升青云 在狠狠跌落泥中 宋随生经理后果然意气风发 我好像又隐隐瞧见 上辈子在我病床前疯狂大笑的宋随 索性在我快要忍不住叨了他前 孟欣主动提出搬去宋随家 妈 我先去阿随那里住一阵 毕竟对他来说 那里才是他的家 临走前 宋随一言不发地盯着我身旁的庸人 目光阴沉 他们前脚刚走 我便让孟陈清点孟欣的房间 只带走了首饰盒 几只包包和最新款的当机衣物 剩下的捐了吧 房间被清空 孟欣还不知道 这里再也不是他的家了 庸人走到我跟前 笑着点头 夫人的法子果然好用 越是无能的人越 记会别人说他无能 庸人几句似是而非的话 便让宋随多了心 导购们和庸人的议论声 日复一日在脑中盘旋 宋随脆弱敏感的自尊心 终于再也维持不住 王八缩回可理 可惜 这只是开胃菜 没过多久 公司机密文件泄露 报警前 内部先行自查 结果源头来自宋随办公室 妈 妈 你救救阿随 他被人诬陷 泄露公司机密 这可是要坐牢的呀 孟欣拉着宋随一路 闯进我的办公室 听到要坐牢 宋随一下子慌了 他白着脸便捷 妈 我没发 真的不是我发的 我知道了 是有人栽赃献害我 他肯定是眼红我 同小职员直升经理 妈 你可要查清楚 还我清白呀 我点开人事经理 发过来的监控视频 那期间除了宋随 根本没有人出入他的办公室 我暗暗发笑 是吗 如果你坚持自己是清白的 就好办了 让公司报警吧 查案是警察的事 真相大白以后 公司会进行澄清 也会给你相应的补偿 既然你没发 就把心放回肚子里 我看也是 你怎么可能泄露机密文件 给客户呢 这三年牢 应该也轮不到你做 宋随顿时将印在原地 阿随 妈说的有道理 不必慌张 咱们等着警察上门 还你清白 孟欣说的振振有词 可惜宋随可经不起查 终于 他承认是自己做的 妈 我该死 可我也不是故意的 你停了欣欣的卡 他身上没钱 我只是想尽快多赚点钱 早点让欣欣过上好日子 妈 我一点都不舍得欣欣受苦啊 你还不知道吧 他怀了我的孩子 在我们圈子里 未婚先运算的上是丑闻 孟欣原本打算瞒着我 可陡然被宋随戳破 一时之间 小脸惨白 妈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 就怀上了 不能报警 妈 阿随是我肚子里孩子的爸爸 他怎么可以坐牢 他坐牢了 我们母子可怎么办啊 求求你了 妈 他渲染欲气 说话伴随着哽咽 恰在此时 孟欣推门而入 妈 合同你好了 您过目 不知道孟欣听见多少 孟欣猛然卡壳 哥 我没有 哥 你帮我求求妈 放过阿随吧 孟欣不动声色的闭过她的手 这件事怎么处理 我相信妈自有安排 我顺势接过话头 我相信宋随不是故意的 可人心难平 她的升职本就备受争议 如今犯了错 必须马上离开公司 宋随 很遗憾你没能通过考验 如今的你还没有资格娶孟欣 妈 什么意思 孟欣愣住了 你不同意我们结婚了 我不追究她的责任 已经是仁义至尽 你以为这次是小事情吗 你知道公司会因此亏损多少钱吗 除了直接亏损 股价呢 我的连珠炮弹 砸得孟欣发猛 你如果执意要嫁给她 可以 那从今天起 我们解除收养关系 你不是我的女儿 想嫁给谁 就嫁给谁 宋随极为缓慢地冲孟欣摇头 更吸引她的 从来都是孟欣背靠的梦境 而不是孟欣 她怕急了 从此失去攀上孟家的机会 可孟欣想都没想 我天 我会与阿随携手共进退 共同渡过难关 我不愿意再次失去她 我相信 她也不能再次失去我 妈 就算收养关系解除 你也永远是我妈 她坚信 时间能冲淡一切 我只是在气头上而已 等我气消了 她给我个台阶 更何况 宋随现在正经历人生的低谷 我目光平静地看着宋随 不得不和她一起弯腰签字 一份解聘通知 一份收养关系解除合同 上帝感谢恋爱脑 我算准宋随提供尽力 特意找到熟人 伪装大客户 联手做下这场局 在客户的暗示下 宋随果然上钩 她想从中大捞一笔油水 不惜泄露公司的项目成本价 可惜没能如她所愿 商场如战场 败者出局 很公平 孟欣跟着宋随回来老破晓 她不得不承受宋随的怒火 你他妈是不是傻逼 你不会求情啊 你要是求情 那个老太婆还能真舍地赶你走 傻逼 孟欣委屈极了 妈在气头上 我拿敢忤逆她 等她气消了 这合同就不做数了 你冲我发什么火 要不是你做出这样的事 至于闹成现在这样吗 我他妈叫你说 宋随一巴掌抽到她脸上 她瞬间感觉胸腔破了大洞 寒风呼呼呼呼地往里直观 是我说错话 阿随生气很正常 再忍忍 再忍忍 等妈妈气消 回到孟家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想必妈妈此刻也正在思念她 同样很难熬吧 和两个白眼狼彻底披青关系 我敷着面膜 美滋滋地睡了个美容觉 股东给我打来电话 孟懂 股东大会集体决定追究宋随的行事责任 您看 我拥有一票否决权 这也是孟欣直接带着宋随来求我的原因 哦 我没意见 对了 孟欣执意要嫁给宋随 我已经和她解除收养关系 晚点会登报声明 你找人用官博转发一下 宋随大概会判几年 按照给公司造成的影响 法务部初步判断是三年有期徒刑 我差点乐出声 宋随没钱 这半月来 孟欣带出去的首饰鞋包 全部卖掉给她交罚款 她已经捉襟见肘 今天果然坐不住 想回孟家找我 结果因为形象落魄 被保安拦在门外 什么档次 也想往我们小区里窜 保安语气不善 一边去 别挡着我们业主的路 孟欣因为宋随的锅铛入狱 彻夜难免 往日秀气的眉眼此刻红肿不堪 眼睛肿得像两颗大核桃 但她身上仍然带着傲气 你敢拦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争执奸 熟悉的跑车 降速在旁边停下 孟欣犹如见到救命恩人 做事就要扑上去拍打车窗 哥 是我呀哥 两个保安生怕她冲撞孟臣 一把将她拉住 想碰瓷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性 孟家千金 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没有 说出来你自己敢相信吗 车窗缓缓摇下 是孟臣 是她的天降神兵 像小时候无数次那样 和哥哥一起扮演 王后与侍卫的游戏 哥哥总是手持宝剑 犹如天降 王后 臣来救你了 可现在 孟臣只是极轻 极轻地瞥她一眼 她甚至从那眼神中 看出毫不掩饰的不耐与厌恶 不认识 跑车扬长而起 激起阵阵尘埃 孟欣目送着她远去 终于清楚地明白 她失去了家 而她也不再是守护她的侍卫 我已在二楼窗边 看完这出精彩大戏 孟欣失利坐在原地 很快被保安呼来的后援 合力请了出去 我拉黑孟欣所有联系方式 她便换着号码 疯狂拨打我的电话 短信一条接着一条 妈 我做错什么了 为什么你和哥忽然不要我 我只是勇敢地追求真爱啊 妈 阿随进去后我一无所有了 你让我回家好不好 妈 你消消气 那天我不该选择阿随 是我被爱情冲昏头脑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到后来的歇斯底里 妈 你别逼我 我不是从前那个人 你拿捏的孟欣了 我长大了 有自己的手段 我统统已读不回 有手段的人 至于被骗得 连底裤都不剩吗 好啊 就让我见识见识 你最后的手段 毕竟现在你们所承受的痛苦 远远不及上辈子我承受的 原来孟欣的手段 就是找媒体爆料 妈 你让哥接我回家 我就澄清一切 否则 我们一起发烂发臭 我点开孟欣发来的采访视频 视频里 她红肿着双眼 声泪俱下地控诉我 领养目的不纯 孟女士 领养我根本就不是做善事 她工作忙 只是需要个同养席 陪我哥长大 我还没成年 我哥就对我 今天我揭露这些 是因为孟家害我 男友郎当入狱 我不愿再有人上当受骗 孟家人看上去斯文 其实背地里都是败类 就连我的养母也在家里 她总是毫无理由地针对我 尤其当了我哥的面 我怀疑 他们母子维持着不为人知的关系 豪门单身母子 隐秘的关系 完全地抱点话题 不得不说 孟欣的脑子还没完全生锈 热搜炸了 公司官博评论区被冲烂 恶评如潮 可惜孟欣忽略了一件事 我领养她后 一直将她视如己出 她从头到尾都过着优渥的生活 爆料的匆忙 她还没来得及删除早年的Vlog 这一届的网友可都是火眼金睛 当初她突发奇想 以如何一天控制花销 在20W内为噱头 发了好几期Vlog 可惜没人买账 没能掀起一点水花 现在不一样了 网友拿着放大镜竹针 竹针扒她的视频 鉴定完毕 等人无疑 一天20W我抄 这真是当亲生女儿在养吧 该说不说 其实我是瓜主的同学 他妈和他哥是真宠他 对他可好 秘书 查一查他入狱的男友 报告 查出来了 法院刚判 因为公司泄密罪 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的那个宋隋 而他的小号也被扒了个干净 里面记录着和宋隋的点点滴滴 他的恋爱脑语路被做成合集 口口相传 活久见 孟家好吃好喝供着他 他因为这男的寻死逆活 孟董 收养我吧 我比他乖 我没有出面回应 只让官博发布正式声明 一锤定音 孟董已与孟小姐解除收养关系 如今孟小姐在网上恶意造谣 严重影响孟董与我私生育 情节严重 我私决定追究相关刑事责任 最后孟欣因为造谣情节恶劣 也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直接夫妻双双把家还 一个两个入狱都不安分 喊着要见我 宋隋终于开窍 是你害我是不是 你从始至终都看不起我 故意找人做局 叫我坐牢 你这个贱女人 我口行无声 是啊 他便满脸战红 激动地站起来 神情癫狂 晃得手铐匡浪作响 他承认了 是他害我 是他害我 我是冤枉的 等我出去 我就杀了你 杀了你 不愉快地会面 我充满遗憾地看向身侧 陪同而来的大律师 总感觉他精神不正常了 幻想杀人 多恐怖的危险分子呀 你说是吧 宋隋 相比宋隋 孟欣则冷静许多 他没眼间更多的是困惑 妈 你能不能告诉我 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一夜之间 你和哥都变了 就因为我爱宋隋 我冷冷打断他 因为你自己 孟欣 你闻心自问 孟家什么时候苛待过你 孟晨有的你有 孟晨没有的 你也有 我收养你不求回报 也不求你出人头地 只希望你能在我的庇护下 平安健康地长大 可你为了个这样的男人 宁愿和我解除收养关系 也要追随他而去 你今天可以为他放弃孟家 明天就可以在他的怂恿下 转过头对付我和你哥 采访的事 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笑话 你以为他真的是爱你 在他眼里 你只是把好用的刀 好用的刀 好用的刀 他低声不住地重复着 泪水忽然浸透他的脸 妈 梦里的事 都是真的发生过对不对 哥出车祸 你也成了植物人 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梦星哭得情真意切 妈 最近我总是在做一个梦 梦里 你因为我坚持要和宋随在一起 而被我弃进医院 哥从外地赶回来的时候 在高速上出了车祸 我呼吸一致 仿佛又回到他和宋随 在我病床前热情拥吻的那天 妈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忽然失去哥 又失去你 我没人可以依靠 我只能依靠宋随 我才做出那样的荒唐事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妈 那是上辈子的事啊 这辈子哥和你 不都是好好的吗 采访那时候 我也是被逼急了 听信林夫人的话才 林家一向是梦家的竞争对手 他念如着 妈 三年后 你会来接我吗 哥呢 我要见哥 我有话想对他说 我盯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句道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我想梦辰也不想再见到你 我转身 将嚎啕大哭的他 丢在身后 梦辰替我拉开车门 这么快 他记起上辈子的事 喊着要见你 何其可笑 多亏老天爷 给我重来的机会 教我看清 这是头彻头彻尾的白眼狼 孟辰手中动作顿了顿 一言不发的启动了车子 我知道他心中那些微妙的 不可诉说的感情 已经彻底消弭干净 林家那小姑娘 追你多久了 听说你之前在酒吧 替他赶走混混 差点挨了一刀 孟辰浑身紧绷 妈 你上马知道这件事 还不是林晶告诉我的 说他女儿对你一见钟情 让我想办法撮合撮合 我和林晶 总是在各大公开场合 互相给对方难看 谁也想不到 我们私交甚好 孟辰本该能看出来 可他无心 高大阴森的牢狱 在身后逐渐缩小 缩小 直到再也看不见 就让他们在那一起 发烂发臭吧 三年后 孟辰和宋随前后出狱 宋随变得很奇怪 他会盯着孟家的公司大楼 吐上一口痰 再恶狠狠地说 妈的 本该是我的 孟辰知道 是那个宋随回来了 外面都在传 宋随是个 有犯罪倾向的危险人员 他因此找不到工作 却整日缅怀 上辈子纸醉精迷的日子 他借贷消费 一口气买下 那件西装的所有铜款 到了借款周期 还不上钱 门口被泼满油漆 密密麻麻写着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上门讨债的踹门 宋随出去赌博酗酒 回来忘记带钥匙时 也会踹门 本就破旧的房门 摇摇欲坠 可他们现在 连修房门的钱都出不起 梦星窝在沙发里抱住自己 一遍又一遍 看之前的视频 哈喽 大家好呀 我是欣欣 今天挑战花销 不超过20W 第一站 某V 宋随听着烦浪 烟灰缸 酒瓶子 什么东西 都一股脑地往他身上打 他被砸得头破血流 脸上温热的分不清 是血还是眼泪 哭哭哭 一天到晚就知道哭 连孩子都生不出的废物 在等待判决时 他因为思虑过重 没能保住肚子里的孩子 宋随拎起他就是一巴掌 打得他脑袋直嗡嗡作响 看这些视频 就能让你回到梦家吗 别做梦了 你真以为自己 还是那个千金大小姐啊 下周要还钱 给我拿三万 他颤抖着唇 三万 你又上哪里借钱 不是说了不赌了吗 这段时间 他拼死拼活 找不到正式的工作 就做清洁工 收银员 发传单的 身兼数职 好不容易才还清一个周期的钱 我上哪 再给你凑这三万 实在不行 你就出去卖啊 装什么清纯 凭借你从前勾我的那股劲儿 再加上梦家前千金的名号 相信会有人愿意买单的 毕竟哪有地方 能藏千金的滋味啊 宋随边说边大笑 而他满心绝望 他不明白自己心中的少年 是哪个瞬间忽然烂掉的 这一刻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他才完全记起上辈子的结局 原来他从始至终就是个烂人 妈妈走后 自己和宋随领证 协助他接手公司 可不过两年 一切步入正轨后 宋随一个女人 接一个女人的往家里领 他和他吵架 他说不过 气急就动手打他 何其可笑 他在梦家从未受过的伤害 吃过的苦 彤彤在宋随这里体会到了 原来为他遮风挡雨的 是梦家 后来他熬不下去 在和宋随出门办离婚手续时 抢过他的方向盘 两人一起坠入深渊 他没想过还能再睁眼 他以为这是上天给他重来 珍惜哥哥和妈妈的机会 原来不是啊 他想起那天 梦辰明明开着敞篷跑车 却放慢车速 悠悠从他身边经过 只因为副驾驶座上的 林家千金说 开太快了 你慢点 林静宇的性格和他很像 叽叽喳喳 像只小麻雀 梦辰始终耐心听着 温柔回应 而他包裹在 密不透气的玩偶府里 是卑劣的偷窥者 林静宇说 大夏天的 那个人偶好辛苦 梦辰便下车 买走他手上所有的话 就算如此隐蔽 他还是不敢和他对视 只沙哑着声音 说了句谢谢 他应该听不出来 旁边是梦家的高楼大厦 上面挂着巨幅海报 他的妈妈在半年前 忽然调整方向 宣布进军娱乐圈 一举拿下半壁江山 所有人都称赞他宝刀未老 交出来的小梦总 雷厉风行 举手投足间 也尽是他的风范 有新来的记者不懂规矩 好事问他 听说您之前还有个养女 可后面再没有他的消息 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的妈妈对着镜头 笑得端庄大方 养不熟 跌跌撞撞的冲破繁龙 他闭上眼 就像是跌进妈妈的怀抱 全文完